当地时间11月22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与记者交谈图源,美联社,海外往11月23日电剧。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,当地时间周四22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早晨的记者见面会上,再次谈到了卡舒吉与遇汉依案,并坚持为沙特王储辩护。 在被问及谁应该对卡舒吉的死亡负责时,特朗普表示,也许世界应该被追究责任,因为世界是一个恶毒的地方。 特朗普还接着说道,我讨厌犯罪,我也讨厌也是罪行。 而且我相信,沙特王储比我更讨厌这些。 据海外网此前报道,本周20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卡舒吉与遇汉发表官方声明,声明开头的第一句,和最后一句,都是美国优先。 他没有过多谈论卡舒吉遇汉的案情,但从石油、军事等方面,说明了沙特对美国的重要性。 特朗普一直以来,都在从经济角度对沙特方面进行披护,称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。 人们难道真的希望我放弃那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? 特朗普在周四问道,说实话,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形式,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盟友了。 另去华盛顿邮报报道,尽管此前美国中情局CIA已得出结论,下令杀害塔舒吉的,就是沙特王储。 然而,在周四的谈话中,特朗普仍然认为,CIA方面的结论还没有坐实,并称,他们现在还只是凭感觉, 11月10日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,土方已将塔舒吉约翰安,想换录音交给沙特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和英国。 但特朗普一再表示,他不会去听塔舒吉的约翰录音,认为是暴力、可怕以及恶毒的。 据悉,在此次谈话前,特朗普刚刚结束于海外美国军官的一次电话会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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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